這個是首先要來談六道輪迴 六道輪迴篇裡面 我們第一個首先講三度空間 這個是真實故事 在2002年的516華航CI611在澎湖山宮掉下去 掉去死了好幾百人 當時的空護員煥惠亭 是我連流林善的妹妹的女兒 當時死掉的時候5月26號那一天 屍體沒有找到 5月27號 5月26號當天 5月25號掉下去 5月26號的時候我請了一個連流跟林善 我這個連流林善帶了一個他親戚 到達澎湖馬宮去找屍體 當時軍方就在 在澎湖的馬宮的活動中心 搭建臨時的屍體收容中心 我女兒躺在我台北雲山區的住家 她當時練大學 她在做夢 她做夢時間 是5月26號下午4點半 那墨學呢 我個人因為是學佛 我想學辱學佛學道都很好 欠仁為善 那我既然學佛呢 我就有送地藏經的習慣 祈福嘛 總是希望祈禱 那我就帶了連流 就是學佛的道友 我就到林善的妹妹家裡 在台北市南京東路送地藏經祈福 希望屍體可以找得到 當時我們送地藏經的時間呢 是下午3點到晚上18點30分 說得很奇怪 晃慧婷的屍體呢 是15點30分到16點浮出來 我女兒做夢時間是16點30分 旁邊那個文稿是我叫我女兒記錄下來的 因為我怕忘記 這是告訴你 不是只有人這個空間 有不同維持空間 那更神奇是 百事不得其解是 我女兒躺在我家睡覺 神是所謂的神是就是靈魂 竟然會到澎湖 馬公 這個活動中心 他跟我講的超乎我的想像 因為他完全對這件事情不了解 他跟我講說爸爸 我奇怪了 我有看到 那個一個像金方醫院的 一個地方很大 那就是 屍體收容中心 他說我有看到林善師姑 奇怪 我也沒跟他講林善的去啊 他說我看到林善師姑 然後我從門縫中 偷偷的偷看 我看到那個空屋 我看到裡面的人講說 煥惠亭的家屬請進來 很多人在哭 我也看到藍天白影的師姐在送經念佛 藍天白影是慈濟的師兄 他們穿藍色的上衣白色的褲子 叫藍天白影 台灣的稱呼叫藍天白影 所以你看 他在我家睡午教可以看到遠在幾百里公之外的一個澎湖的現場 還可以清楚跟你組出現場是什麼人物 這就很神奇了 這就不是人力可以去思維得到 人力不可以思維得到的東西叫做 不同維持空間 那麼在中古老祖宗講 不同維持空間只有一個東西可以突破 什麼叫突破 他必須靠禪定工夫突破 他就見到了 這是很 還不可思維 沒辦法思維用理解的東西 然後更有趣是說 他說那個煥惠亭 他衣服完整 頭髮好好的 長得很漂亮 我後來去問林善說 煥惠亭 屍體找到的時候什麼樣子 他說只有領子破一個縫 一個縫 其他都完整的 表示說 貢業跟別業 在這個 空欄是貢業 掉下來 還有別業的不同 為什麼有別業 每一個人的行為 都不同 有人做善 有人做惡 做惡的有大惡跟中惡跟小惡 也有不同 所以果報就不同 所以同樣面臨災難來 所受的承受的果報 都不同 所以那個煥惠亭 我女兒說 他長得很漂亮 衣服完整 所以你看 從幾萬尺高宮掉下來 屍體完整 因為他媽媽是個 行善之人 平常也樂意幫助人 也是慈濟的委員 捐了很多錢做善事 也在幫助很多人 所以 也是好心有好報 雖然他女兒不幸的這個災難 但是還是 總舊 還是可以找得到屍體 那一次的空難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找得到屍體 有些已經沉到海底 有些被蟻吃掉了 那更有趣的是一件事情 我也沒跟我女兒講 我女兒說爸爸 那個煥惠亭的先生是警察 穿便利在現場 奇怪你怎麼知道呢 我後來去問林善說 煥惠亭的先生是誰 他說煥惠亭的先生是我們台北市警察局 松山分局警備隊的小隊長 這就很神奇 他怎麼會知道呢 這表示我們人以外 真的還有很多東西 是我們不知道之間 所以人有時候想講是太渺小了 這就是我讓這個真實故事 告訴各位 三度空間以外 還有不同維持空間 這個我們首先 也不得不承認